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LSTM的一个介绍 那本来说要导读那个paper 那个paper看下去之后实在是一大堆数学 第一个我自己呢也离那个有点久 第二个那个数学里面呢 基本上在探讨了就是 这个好像在探讨了就是那个 那个T度消失它怎么去解决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开始在这个用LSTM 应该都是想说怎么样来运用它 所以我后来就去参考了一些大神的资料 那整理了一下 那所以我今天其实是 这个是简报 如果有人还没有抄的 这里的话呢大小写都要分 这个是零还是O啊 没有注意到 零 还有人要少 那我今天所有的简报呢都是大神的简报 我真的就是小编 AI Tech小编 把所有大神的简报呢 这个重新剪接 会整成一个故事 那所有参考的资料呢 大概都到这边 那有其他的一两张不是的都会在简报下面都有出处 那大家也可以去下载来看 那这个李宏益教授啊 然后吴文达教授 那有志俊教授 那还有网页上面这些文章 那LSTM呢 跟一般哦 我们常讲的Feed Forward Network CNN那样的一个网络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主要它要解决的是有关于序列资料的问题 好就是Sequence Data 那大家知道Sequence Data有哪些 第一个像我们要做影音辨识是不是就是一个Sequence Data 当我开始讲话 那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要把一个字一个字变出来 它这个讲话其实只有时间序 那甚至于呢 我现在先讲了一段话可能跟后面还有相关的 这个等一下会看到 那第二种呢 就是说它也可以拿来做文章的产生 或是音乐的产生 我们从给它一开始的时候 对不对 说我要来一个莫扎特的旋律 的style的旋律 那它有办法就慢慢慢慢产生 类似像莫扎特的音感这样子 那还有它也可以来做那个 这个情绪的辨识 比如我们给一段这个影评 那给了这段影评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几颗星 那这也是哦 我们看了这一段字 对 there is nothing to like in this movie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这个其实它可能就是给它打一颗星而已 那DNA 在这一个DNA的序列里面 我们怎么找出来 那另外还有呢 就是机器的翻译 机器翻译从这个是法文 法文翻成英文 这也是一种 所以我们这文章这样子 即时的 就是语音辨识之后 然后把它翻出来 这也是要时间序列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个影片 那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影片 它现在正在有人在里面跑步 那也是一个影片一个影片 一直看了之后呢 那我们要把它标识 做分辨 那还有呢 就是Lame Entity Recognition 我们可能要知道说 这段话里面 哪些是人名 哪些是地名 哪些是国家名 那从这段话里面 我们要知道Esterden 它不是 可是哈利波特是 那什么Ted 什么什么 可能是人名 那Teddy贝尔 不是人名 这个就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相关性 你看到Teddy贝尔之后呢 你可能就 不要响声 它是 就是 一个人名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开始的应用的案例呢 就是从这个 我们要做 订票系统的 对话订票系统 那对话订票系统里面 它 我 用这个好了 我突然发现它没电 我们在做这个Stop Viewing 那Stop Viewing就是 我们里面有一些 订票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地点 那知道说 什么时间 所以订票系统 如果是机器人的话呢 它要听懂的话 它要知道说 我要到台北 那是11月2号 那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要先对的是什么 这些序列资料 这些字 那你要去做编码 那第一种编码 就是One Heart Encoding 就是 你把这个字 所有的字集 字集 比如说这是一个字集 1 2 3 4 5 那你就要把它表示成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的话呢就是 Apple它是在第一位嘛 所以是1100 那back 就是0100 你可以这样把它做编码 那这编码这件事情不是今天的重点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英文字 它要去经过编码 编码之后呢 它就等于是一个input 等一下的input就叫x 那这个input就是 像 如果是Apple 那它就会1100输进去 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要做 我们刚刚讲 start fill in呢 那你可以用所谓的feed forward feed forward network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网路 那它去算的时候呢 就是它要把这个weight跟这个值相交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x1 x2 它代表了 就是 这边就 你可以把它当成它是x1 这边是x2 好 那 它可能很多很多个 好 那加进来之后呢 你把台北输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跳出来 好 跳出说 它这个是目的地 或者是它这个是时间 好 用这样的方式 那 但是用这样子的它当然是有一些些限制 没有办法做到 那 比如说 我要在 好 我们去高铁订票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你是要出发 还是要几点到达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如果你这个是我要到达台北 对 11月2号到达台北 好 这个是 目的地 但是如果说我要离开台北 好 我要从台北离开 那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我要离开的地方 那 如果你没有arrive 没有leave 这样的资讯 你只看到台北 这两个字 你只知道它的地名 可是你可能不会了解 它是 我要从台北出发 还是我要到达台北 这样的一个语意 所以 它 这个我们要做 时间序列 或是不要讲时间序列 它可能跟时间没有关系 有前后关系的上下文的序列资料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个可以记住的 的memory 好 那这个记住的这个memory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为什么讲说这个memory是很重要的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是有两个input 这两个input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x1 就是说我在时间点1的时候呢 先输入4跟7 那它输出要输出1 那时间点2呢 我输出也是4跟7 你看 4 第一个是4跟7 第二个也是4跟7 可是它一个输出要1 一个输出要2 那第三个时间点呢 输入1 1 它输出要3 那其实它是一个加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4加7等于11 对不对 所以要进1嘛 进1之后呢 变成12 要进1 之后变3 所以它这个就是123 对不对 可是有两个4加7 一个要输入1 一个要输入2 如果你没有 这样一个记忆体 是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它 这个就是一个 有记忆体的做法 先跟大家讲 现在还不是neural network 它不是我们一般的neural network 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memory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这里有个wait 所以我们把这个wait呢 x1是4 那这个是7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里有一个以10 比10大就输出0 比10小就输出0 比10大呢 就输出1 那之后的话 那个值要乘10 这个的值呢 它就是线性的 多少就输出多少 然后这边是乘1 之后再相加 变成它的输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输出完了之后 这个要记起来 就是进位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记忆体里面它是0 那4加7 所以11 11上去之后呢 一个是1 一个是11 加在一起的话呢 这边output是1 所以它之后的话呢 这一个 整个网络里面的 这个memory 这个cell呢 它被update成1 那所以接下来的 虽然同样是4加7 对不对 那加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它还有这个weight加进来 所以这个就会变12 之后的话 一样是112 之后的话呢 1一样会被记起来 可是输出就会变2 我们再做1的话呢 加在一起 这时候 这边 加是3嘛 所以它是0 这边的话输出是3 所以就完成了 这个一个加法的动作 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介绍 那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那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可以重复运用 这个递回的network 它 它一开始出来的形式 那 它也叫做 香草RN 那 其实我英文 好像不是很好 每次看到这个 为什么这个叫香草RN 原来香草是冰淇淋最基本的口味 所以它就是最基本的意思 我也要讲解 所以我特别去查了英文字典 本来以为有什么更罗曼Ticker的意涵 那RN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输入了这个资料 各位 从现在开始 这个X 上面它是上标 它不是下标 所以上标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时间点1的时候 输入的值 它是一个向量 大家可能在这边跟大家再讲清楚一下 然后这个输入的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边 假设这个X输进去之后 它乘一个weight 所以这个weight也是一个向量 那乘完了之后呢 它出去 它会有成一个output 然后 再出去变成真正的 那个Y值 但是它会把这个值呢 就是 收进来 所以当你X进去一开始的时候 它有一个weight input的weight 乘以X 在第一个时间点 这个 的 向量 那再 再加上 你这个memory cell 它的值 一开始initial是0 那乘以 它内部的 hidden cell的weight 乘起来之后呢 经过一个 sqmoid function 那它出去之后 用softmake 它可能可以去做分类 这边可以 接不同的网络 那下面这一层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neural network 那你 做了之后 再把这个值 copy过去 之后的话呢 X2就再进来 所以X2 进去之后呢 一样有Y2出去 对不对 那A2又被拷贝 这个就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真正在跑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呢 真正的网络 就长这样 但是因为它会 一直把它 往下拷贝下去 所以我们 会有个动作 把它延展开来 那叫unfolding 所以 当你 这时候copy过来 你常看到 网络上面 会这样画 它代表意涵就是 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网络 连结是这一个 可是它因为时间点 X1 X2 X3 下去 那这边呢 这个可以省略 这个网络呢 就是一直被重复运用 然后呢 时间点2 时间点3 它会有不同的输出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Hidden Cell 直接就放在这里面 那wait这样子画 这是最终最终 大家看到的形式 表达的形式 好 所以 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一开始的RNN 在Keras上面 就是 我今天会从这边 讲一个简单的范例 那这本书呢 我买的时候 简体版 现在已经有 有繁体版 我们 这个 繁体书都 感觉上面 这个 品质比较好 这么厚一本 但是带式还是有点难带 用这个的话 它是直接 很多很多的应用 它比较不是理论性质 可以直接 上面有很多的实作 那 这里 我这边讲Room In Room In 这意思就是说呢 它这一个 每一个都是向量的值 所以这个X 它里面的维度 是三个维度 这样可以吗 那这里面 Sale呢 它的维度是两个维度 所以 当我们开始在做的时候呢 这三个维度 有个Wait 那这两个维度 有个Wait 所以这个加完了之后呢 再经过 这个不是 这个是Tench Tench的Function呢 出来 就是下一个 Sale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 Recruined Neural Network 它把它展开来之后 里面是向量 大概长这样子 这从这个 一开始第一页 那个网页上面 它有动画 好 那所以 从这个Recruined Neural Network呢 它开始就延伸 我们开始来谈说 它可以用什么样的应用呢 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如果要 就做磁性分析 那磁性分析就是 Jump So The So 对不对 那 So是看到嘛 The So是句子 这个是句子 所以同样 So跟So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辨识出来 就是用类似刚刚的样一个做法 你把 你把资料 丢进去的时候 它第一个它会出现pn 那第二个 这个主词嘛 动词 这个是什么 灌词 那这个是名词 所以它 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 输入的长度 跟输出的长度 是一样的方法 它叫做 Post Taking 那 那另外的话呢 它也有我们刚刚讲的 Name Entity 的一个 辨识 所以我们要辨识里面 这里哈利波特是 人名 对不对 那这个是组织名 这个是地点 那剩下的呢 它不是一个Name Entity 那 这个是我们举的例子 我们什么时间点 要到哪里 所以这个是 有离开的地方 有目的地 那 就是离开的时间 到达的时间 等等之类的 你要把这一串句子 然后你把里面的 关键资讯拉出来 都可以用 我们刚刚讲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来 就是training 好 那 RN就讲完 那RN讲完之后呢 就跟大家讲 它虽然感觉是很powerful 但是因为它用的 那些数学里面呢 会有一个 就是比较难train的地方 它会有t度消失的问题 所以 我今天就没有在这边 再往下导数学 那 接下来就会有人 就开始去想 想说 我 怎么样去 就是 可以记住更多的东西 那RN呢 它在这边的话 它可以记近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讲的是呢 云在天空中 对不对 所以 这整个句子里面呢 Cloud跟sky 还蛮相近的 所以Cloud跟sky 蛮相近的 它这边的这个wait呢 可以把它记住 就是 the clouds are in the sky 这边 但是有个句子 像这个就比较长 那比较长的东西的话 就是说 我在法国长大 说 这边 就 点点点 代表很多个字嘛 那这很多的字 后面 就是 讲 我要讲 我会 讲法文 这样子 那所以 在这里的话呢 你从这一个 法国长大 到导到说 我会讲法文 这个语言 上面来讲 它已经比较长 所以 怎么样 去把它记住 这个叫做 short term 比较 它在long term dependency上面 就是说 比较远的关系上面 不一定 有办法做到 这是 rn的另外一个限制 所以 所以 这边讲的是 long short term 就是 你可以把short term的memory 记在 memory cell里面 然后等到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再把它recode回来 这个是 它取这个名字的意思 好 那 这边呢 就是 网络上面 最多人推的 就是这一个 你如何了解 lstm 就 看这篇文章 应该就 可以了解 花一点时间 可以了解 所以 这一开始的时候 rnn 它大概就 可以长这样子 这个都是同一个sale 那只是说 这个时间点t 它是在这里 那是t-1 这是t-1 那它的output 跟这个 跟这个时间点的x 这个是input 那这个是sale里面的 的那个 output呢 它两个 透过一个wait加在一起之后呢 经过tanch 然后出来之后又有另外一个output 这是rnn 那接下来就lstm 那lstm呢 它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它里面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sale的function 那它主要是要拿来做get的概念 所谓的get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个值要进来 那它就是要让它 要不要过去 那这里呢 一样有个input 这个是x嘛 它有个input 那input呢 跟上一层的output 这个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这个值 它要不要上去 跟这一串相加 那最后呢 这个是input get 那这个 这个是output output呢 在决定说 这个出来的值要多少 所以它透过这三个get呢 去决定说 我要不要把一些东西 记在我的sale里面 所以它导入了一个sale state 这个是跟rnn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rnn它本身里面 虽然有其中有一个set 有一个output 有个值它会一直记住 然后留到下一个state的用 可是在lstm里面 它又多了一个sale state 那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圈圈有个叉叉的地方 它这边讲的就是 它是向量里面的相乘 或是向量里面的相加 每一围这样子 相乘就是有点像内积一样 那相加就是 每一个向量里面的element 相加在一起 这里这个箭头的话呢 就是把值往下传 这两个就是 它透过一个wait把它连起来 那这边这个资料呢 就是值同样copy出去 这样子 好我们等一下还可以 有那个更深入的图形 可以给大家看 那首先要了解lstm的话 要先了解那个get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get呢 它就是一种数学的方法 这个数学的方法呢 它会决定 我这个值 它不要往下面传 它透过什么方法 透过就是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 这是x的资料 它最后mapping出来 那个signal function呢 它会介于0到1之间 所以当我决定呢 我要把它记住的时候呢 它就会输出是在1 当我决定说 我接下来 我要变成用0的话 就是我的产出 我出来的这个值 ft-1的这个方法 这个值 它如果是0的话 就表示说 前面的那些 signal state的资讯 我全部都要把它丢掉 因为乘起来是0 如果是1的话呢 就是这边这个资料呢 进来之后 我要留到下一个state 继续留住 就是大家先了解这个get概念在这里 那在这边的话呢 是你把lstm zoom in进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 看到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有一个forgetget forgetget就是要决定 上一个state 它的signal呢 要不要往下走 那inputget呢 它有两个 所有的input 跟上一层的 上一层的 有一个叫做hidden state 这边 它全部都是会拿来控制 这边就会有控制 forgetget 那inputget是这一个 大家有看到s的就是signal 那有看到t的就是tanch 那这一个呢 outputget 在这里都是决定说 接下来这个值 要不要往下走 这个值要不要往下走 等一下会有 有更细部的分解 我只是先跟大家讲 那在这里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边 看到这张图的style 就知道 它这个就是x 就是有 里面的资料维度有三维 然后它output的state呢 这是两维 那这一个呢 也是两维 记住的 它记起来的时候 都是两个 好 那我们就往下走 那forgetget 那这个forgetget呢 假设你这个前期的输出 就是在这边是h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rnn 它的那个houtput 出来的话 它会透过某个weight 这个weight呢 跟xt 就是这一个时间点 它的input 它相加在一起之后 那再加上一个bios 那加上bios之后呢 经过skemoe 这个就是一个forgetget 那它要决定呢 在lstm里面的sales state 它要不要继续留住 如果它是1 如果它是1 就是要把它留住 如果呢 它是0 就把它忘掉 所以它的名字是 是取叫forgetget 那事实上我们 假设中文来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说 是不是1就是把它忘掉 不是 它刚好颠倒 它其实是1是记住 0是忘掉 在这个地方上面 大家就是 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inputget呢 inputget 其实这个值是一样的 前一个sell的output 再加上 这个时间点的input 它相加之后呢 它走两条路 这一条路呢 是当作inputget的 所以it 就是inputget 出来的值 它有可能是0到1之间 完了之后呢 那这个是input的值 跟上一个state 它进来的值 就是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输进去的值 跟上一个时间点的值 它又透过tange 你可以把它当成说 它是一个新的资讯进来 那新的资讯进来之后呢 它接下来就要流出去 流出去的时候 它就要决定是你 forgetget到底要忘掉 还是要记住 再加上input 它要忘掉 还是要记住 把它加在一起 就变成下一个 时间点的sell state 好 那 这个是inputget 那outputget呢 outputget 一样 刚刚有讲的 上一个sell的output 跟这个时间点的x 加完了之后呢 有透过另外一个signal 那我刚刚这边红色的 就是那些weight 是要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neural network 要去做training 要去学的 就是学这个weight 还有当然这个bios也是要学了 就是这两个 那在这里的话呢 这outputget呢 出去之后呢 对 我们刚刚有讲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已经有一个sell state ct了 它在output的时候 要出来多少 是透过outputget 来决定说 它要出来的值是多少 那所以 ct它 这个也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就出来 就是一个向量的值 好 那所以 LSTM就讲完 大家现在应该 还是有点话 还是都懂 看它的表情好像不是很懂 我跟各位讲 这是很正常 我为了要讲这个 就是很谢谢 莫拉给我这个机会 我终于把它搞懂了 这样子 听完之后呢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 那这次为了要讲它 终于把它整个看完 因为会卡住就不行 对不对 在这里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 我还是用这个好 大家才看得到 而且录起来的话 有这个雷射笔 这个就是input 我刚刚讲的嘛 这一个是上一个state的 的output的值 所以这两个呢 会经过一个wait 这两个经过一个wait 然后经过forgetget 这里就是w 所以呢 这些值经过w算起来之后 有个skemoid skemoid呢 它是0到1之间 对不对 然后上一个sale state 这个是lstm有 rn没有的 所以它进来之后 要相乘嘛 大家还记得吗 每个维度 这些 这个input是三维 这个state是两维 合在一起 然后五个值 然后呢 透过这个wait之后呢 skemoid它会变成 只留下两维的wait 那跟上一个sale state的两维 相乘 乘完了之后呢 这个值 它有些 可能这一个维度呢 它有让它过 这个维度没有让它过 都有可能 所以upgate不是只有一个值 upgate它是一个vector 决定哪一个 就是那个sale state里面的 哪个anlement要让它过 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 过了之后 那第二个呢 这是input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wait要学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新进来的值 新进来的值呢 它透过 这个 这个wait呢 然后把input的值 跟上一个sale的output 相加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新的值 我弄错 按错 所以这个input get 决定呢 新进来的state 要留多少 到新的state 所以这个之前的state 跟新进来的state 相加 就变成这个时间点的sale state 那这个就可以记起来 就是lstn里面的sale state 那之后的话呢 这个值 x跟ht-1这个值 它又有另外一个叫output gate 会产生另外一个 这个 就是里面的这个vector getvector 那 它在这边呢 这里 这里会透过一个tange 值出来之后来相乘 乘完了之后决定 它lstn的 这个hiddenstate的output 是值是多少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在 反正透过简报把它看完 这样 那这个呢 我在这个简报上面 做的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我把它的gif档 编成一张一张的 慢慢慢慢的 让大家看这样子 如果你去看网页上面来讲的话 网页就动得比较快 所以现在跟大家讲说 慢慢的一张一张 是这个意思 好 那lstn有这么多get 看来就很花 对不对 那当然它开始就有一点 有些变形 那它这边的这个变形呢 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一个 getrecurrentunit 那它把forget跟inputget 相结合之后呢 变成一个updateget 那这updateget呢 就决定说 前面一个呢 要过多少 跟后面一个要过多少 那书上跟paper上面是讲说 它这样的效果呢 跟lstn这个也差不多 但是trainning的时间就有差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一样是 这个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那种sale state 它在这里的话就是 这个 这个gru它的上一个时间点的output 那这个是这个时间的input 它进来之后呢 它会有个get 这get决定这一个output的值要过多少 这边有一个get决定要过多少 过来之后呢 过来之后它再跟input再加一次 然后有个tanch 这个就是准备要输出的值 那这边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updateget updateget是这个zh 这一个是zh zh呢 它如果呢 等于1的话 它就是要把上面这个忘掉 那另外一边的话 对不对 这边就记住新的忘掉旧的 或者是记住旧的忘掉新的 它只透过一个updateget 这个zh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gru这样子 好那 跟各位讲的好消息就是 大家现在都不用懂这些啊 你只要知道怎么 call keras 把东西输进去 你就可以做某些应用 而且那些应用 其实还算蛮powerful 好我现在讲到这边 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讨论的 这个gru跟lstdn 实际上效率会讨论吗 效率 有的人做这个研究吗 有讲说因为它差别 有有paper做这个研究 对 就是说 就是到底 实际上 必要同lstdn转成之一 对应该是在这一篇里面有写 就这个地方 它有指出呢 reference 我有看到这个资料啦 但是因为这个资料 我刚从很多地方这样看 我只能跟你讲 我有看过这个资料 确实的 或许我可能会后 再找出来给大家 好 那往下走了 这个就要牵责到你要用那个 你要去看那个他的 备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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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 把那個位置調回來 那大家如果還有再去看的話 Sicmoid 這個 function 的話呢 它很容易有剃度消失的問題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倒退一千 一定有剃度消失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 一般的Feed Forward Network 它 它不用這一個 它不會用類似這樣的 它可能這麼 這個 它用這個 RELU 這樣Equivation Function 或是它用Pinch 那這兩個 比較不會有那樣的問題 發生就對了 如果 單單純純從 這個 T度消失 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那第二個 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 RN 大家這樣一個特性 它 它會在 我其實這裡沒有把一張圖 弄出來 有一個Paper它畫出一張圖 就是 它常常是這樣子 RN的那個 這個規定 要嘛就很陡 要嘛就是很平 所以 你每次在train train train的時候 你突然 不小心搞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會飛出去 所以一開始RN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 李容易教授 他的那個 YouTube講的 很多人都train不出來 那有一個人就是可以train得很好 好像他改過或他發明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然後那個人是工程師 所以工程師會遇到這個狀況 會怎麼做 就是當你這個子太大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把它打掉 然後我就弄一個小子 回來就完了 然後那個工程師就覺得說 這個很沒有學問 也沒有理論性 他就這樣幹而已 可是 他就這樣可以train出來 這樣 不過後來就是 就是 LSDN跟GRU出來之後 大家比較沒有在 我覺得 RNN就是 就是 大家先玩一玩 所以在Keras裡面呢 現在呢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階段 那個RNN 它就叫做SimpleRNN 這樣子 我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 好 好 那我們再往下 今天 數學公司就在這邊了 沒有沒有更多的 好 RN在這邊 它有動畫 所以 一樣 resetGate 它這個wait 跟outputGate 加在一起 這兩個箱層會再 會再 做一次 這個呢 它會去確定說 這個 這個 上一個State 它的HiddenState 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過 那要不要過呢 它又跟它 再重新再算一次 決定 upGate 那所以 upGate就是等於 上一個 時間點的 upState 它跟 這個 這個 這個值 這個input的值 這個 x的值 它 讓它出去 這樣子 一個是加一個是減 兩個 兩個做起來 嗯 嗯 我想問 為什麼 它用sigmoid 跟hidobody tangent 的用意 為什麼選這兩個 喔這個 這個真是 還好我有 去查一下 我自己那時候看完 我就覺得 很好奇 這樣子 所以 有些你是已經知道了 還是 我還不是很清楚 好 我查很多資料 好那其實我不曉得是不是正確標準答案 但是 基本上是 基本上呢 dazasigmoid 它是 0到1 它是0到1 那 teng的話呢 teng是-1 到1 所以 我們剛剛有談到 因為它要做get 所以要做get 所以它是0到1 所以 所以 只要是在做get的 都是用0到1 那 也有人在討論說 它不一定要用teng 它可以是別的 但是teng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有-1 它也有1 所以 我加進去的值 我選一個階段的值 我input進來的值 我可以加也可以減 所以那個 假設你這邊也是用sigmoid的話呢 它有可能裡面那個值就越加越大 越加越大 可能會爆炸 所以 在這裡 大家 在網路上面是有人在討論說 這個地方不一定要用這個 但是這個地方 會用sigmoid 就是為了那個0跟1 我目前我查到的是這樣子 對 作用是在當作有什麼mination 在控制在負負負負責 讓它的那個 sequence data 進去的時候 它可以有加有減 它 有人講說 那個 那個進去的值 它最好就是 distribution要到0 比較不會那個值有bias 會越來越偏差越大 在learning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這個概念很像 像batch那種 那種 在output 出去之前 先把它變成平均值為0 然後再分布在0 附近 這樣的數字 是 它是 這樣談的 但是 也因為這樣 sigmoid 如果大家有去查的話 它真的在做那個gradient的時候 它其實有一些比較不好trend的特性在 如果大家有再去看的話 好 那我再往下走了 那之後呢 講完了 講完了剛剛三種RNN 我所謂的RNN就是 它這個state可以一直用一直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網路 可是呢 因為時間點進去的不同 它 應用的不同 它會產生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結果 那one to many 就是 我這邊呢 我只給一個state 然後呢 我就讓它 比如說給它一張 等一下會有例子 它會有很多的output 或者是呢 我給它很多的input之後呢 我只要一個值 或者是 我有很多很多的值 進去 我也要很多output的出來 這個是many to many 那什麼 這樣的應用 就是RNN它可以做不同的應用 在這邊 有關於這個序列資料 那 這邊的例子來講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翻譯 機器翻譯就是 我們的英文 它是不是先輸machine 然後再輸learning 對不對 那完了之後呢 它接下來它第一個字 已經結束了嘛 它應該就要to g 然後之後呢 根據它這邊 學出來status 這個g可能再繞回去 它可能就是 棄學習 這樣子 所以 在這裡 它就比較像是這個many to many 我給它 這網路 網路上已經 這個網路已經畫了 就是 我給它兩個input 它會出現四個input 在做翻譯的時候 這是網路上面的一個應用 那 最後它會出現五個啦 第五個就是 我這個句子結束了 它有一個 end of sentence 的 eos 的symbol出來 這樣表示說我不要再往下走 那many to one呢 就是 就是 這種 評語的情境分析 所以我們看那個電影評 這次舉的例子裡面就 就是這本書上面的 第六章 它有講一個imdb的 那個 留言 那透過這個留言呢 我們想要知道 它到底是 幾顆星 或者是0到100 這樣子 所以 這裡的話呢 看了這部電影覺得很高興 這樣子就是 正的 太糟了 就是負的 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可能只要知道太糟了 我覺得 這樣子 所以 這些字 出來之後呢 它只要出現 它只要有這幾個 這一個 這一個 vector就好 所以是不是 很多個input 那我只要有個output就好 那這是 one to many 這個 就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給它一個initial state 那這initial state呢 後面這個資料呢 它會輸入 輸入到下一個 的 的input 就是原來這個 LSTM的output 它就變成下一個的input 那這樣走下去之後 它可以做 這一個是 就是它產生一個 爵士音樂 用 用這個LSTM的方法來產生 這個是另外一個one to many的例子 就是 你給它一張圖 對不對 那這張圖 是一次就塞進去了 它可能就是一個vector 或者是這個整個pixel 假設512乘以512 它也是一個vector 很大的vector 對不對 這個bmap就很大的vector 那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出來跟你講說 這個有一個 這個女生呢 她在丟飛盤 到最後停掉 旁邊還有個小孩 類似這樣 好 那應用在情緒分析上面呢 這個程式來講的話呢 當大家知道之後呢 其實 接下來如果你真的要去做運用的話 你第一個你要處理的就是 你怎麼樣把那個x找出來 或把x處理好 那不同的應用就要處理不同的 把它轉成不同的x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的話呢 它其實是去load imdb的資料 我先把它講完 如果大家有想要再往下看的話 我們再看 有上網的朋友的話呢 其實這個ui 一點進去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notebook 它裡面就有全部的程式嘛 我只是把 最主要的 的這個 程式片段 跟LSTM有關的 拉出來而已 它 它這邊 用的是simple rnn 所以它 它就是最簡單的 verlina rnn 那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就是把這個model 我宣告說 我要做 用sequential這樣子 但是我一進去的時候呢 我一開始是先做embedding 那這個embedding是什麼呢 我去取 它 這個 這個資料庫是它整理好的 所以它 只有去取說 我裡面這個資料集 就1萬個字 它會撈出這個 這個電影影評給你 這個imdb的這個 用戶的留言 它這個database已經整理好了 那 這個就是玩具這樣子 如果你 真的實際上要運用的時候呢 你在整理那個資料 你就會非常痛苦 等一下我可以講 講我在前公司的 意思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假設這個資料是完美的 那它的 feature 就是我拉進來 就是有一萬筆 所以呢 我去做什麼embedding 我embedding 我今天 就不仔細講了 反正它就是把每一個word 有這1萬個word 去轉換成 這個 32個 這應該是32個byte 32bit 這我也沒有很確定 就是 the vector 應該是32個byte vector 好 那之後的話呢 我 它再把這32個 32個element 再往下丟 往下丟的時候 它就是丟simple rnn 所以 在這一點上面呢 它這裡先處理 把每一個字 先轉換成word vector 再丟進去 所以它在網路上 是做這件事情 完了之後呢 它的output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 一個 這個full connection的網路 dense 那activation function 它就用sigmoid 這樣子 完了之後呢 就去training了 那training 所以 它compile 這個 就是設其他的 los function 是多少 matrix要用什麼 那你去 要去 training它的時候 你這邊就給 input的vector 那它這是output y 是什麼樣 所以這一串字進去 它這邊其實還有 我沒有 我沒有講很仔細 你去看 它的程式碼裡面的話呢 它只取 那個 那個 評論的500個字 前500個字 那如果 不到500個字怎麼辦 它會補0 把它補到 那個字 就是 我要丟進去的 這個 sequence 是500的長度 就是 imdb 用戶的 影評 它可能 我去抓出來 最多只抓500個字 最多只抓500個字 不到500個字呢 它在前面補0 那 這個 你去看 carus 它上面那個 function的話 它可以補在前面 可以補在後面 那這個 分例程式它是補在前面 那完了之後呢 這個就是 你把它處理成 input 的 的 的 值 這邊是講 input chain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 就直接會寫x 那這是 output的y 它就是一個值 那 epoch 就是我要勸整個set要勸10 那 page size 是128 這樣子 那 它在 處理的時候呢 又把裡面的set 20%拿來 做 validation set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情緒分析 這樣子 好 這是 RN版 那LSTM版呢 LSTM版 其實大家看的 沒什麼差別嘛 就這個地方改LSTM 對吧 就 就這個地方改LSTM 其他的都差不多 所以現在 你覺得 LSTM很複雜 那也沒關係 反正LSTM 比RNN值多一個字 在寫KRAS的時候 好 這個是情緒分析 那接下來呢 是時間序列預測 那時間序列預測 那時間序列預測呢 第一個就是 我 這個之前那個 劉志昀教授呢 在同周音樂有 有分享 那 我就直接拿他的code這樣子 所以 我也 我這邊 他這個code呢 就請大家看 我沒有放在我的那個目錄底下 可是剛剛的 剛剛的那個書上面的那個 那個notebook我是放在 今天的下載的地方 我有放 那 劉教授 就是 我都跟這些教授 要跟他們 酸致敬嗎 致敬師 就這些資料 真的都是他們的啦 我今天只是說 把它串成一個故事講而已 這樣子 那 在這裡的話呢 我首先還是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玩具 千萬不要拿他來投資 好不好 那 這股價預測呢 他就是 他是去抓鴻海的 那抓鴻海的這個值之後呢 他一半呢 是 橘色的部分拿去training 綠色的部分拿來做testing 這樣子 那 他 往回看呢 就是往回看五天的股價 那這五天的股價呢 裡面 他 output 一開始的時候 他neural的值呢 他有兩百個 記憶神經元 他裡面 有 有 有用兩百個 這樣子 就是 這LSTM 他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 這一個 我先 這也差不多 這個 應該就是 這個 output的這個值 output的這個值呢 我們這邊是兩個 對不對 那 他這邊的話呢 他把他輸出成 他把他輸出成 股價 筆又不見了 他這個output其實是兩百個 那這兩百個呢 他在 他在這裡的話呢 就是 再用一個Full Connection的 的Layer 再把它 就是去 呃 就是預測成一個股價的值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他有 我畫起來給大家看 假設 假設這邊呢 他 舉例好 這是五年的資料 這五年每一天是不是都 都會有股價對不對 然後他LOOKBACK是什麼 五天 所以 每一個X呢 他裡面就有五天的值 今天是 9月29號 對不對 今天是929 那 如果 我要預測 9月30號 假設今天有 有那個 股市有交易 那所以 我要預測 9月30號 他輸進去的值是 假設今年的 5月31號 他有個值 這個值就當Y 那5月30號 廣歸數 30 29 28 27 26 12 3 4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LOOKBACK 五天嘛 所以這五天的意思就是 我們X 有五個值 那這X五個值 我就是要把這個DataSend 做出來 好那 如果我要預測 所以你的 你的值呢 5月30號 你又另外一個X 那training的時候呢 就是把這個值 塞進去當Y training X 然後 股價呢 Y的股價就是這一天的股價 所以我從 過去五天 我來預測這一天的股價 所以時間序列 我要往回看幾天 這樣子 那 本來 這本書上也有啦 它是預測溫度的 可是那個溫度的 它在 在做那個DataSend裡面 它用了 它用了那個Generator 呃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 應該也會很花 所以我就想說 我用 劉教授的這個 的程式 你從劉教授的程式裡面 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有一個程式呢 去做DataSet的時候 它就是去挖 這一天的前五天 把它當X 然後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做成一個新的DataSet 然後再丟進去 大家可以知道 我講的意思 就是你在做X的時候 你丟進去的 這一筆資料 train的這一筆資料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當天的 你是 假設你要 你要勸 你這 這五年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資料就是這樣 五天 一個一個死 這個就是X11 X2 X3 然後呢 這個就是 Y1 Y2 Y3 這樣 這樣瞭解 就是 假設這個是 技術線路 然後 這是某一天的補價 這個就是Y 那它前面五天 就是X 然後把它丟進去 好 那這個呢 就是 我在某公司裡面的 那個餐廳來客數 那餐廳來客數呢 我在做的時候 就 抓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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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的資料 那抓過去兩年的資料呢 就 一樣丟進去做的時候 我look back 我look back 呢 是60天 所以我抓 抓進去的時候 我抓進去的時候 會有60 就是 往回看60天 但是每一個X呢 剛剛 股市 股市是不是只有一個值 它就是股價多少 但是在這裡的話呢 我這個 我這個 萊克數呢 它不是只有 X不是只有萊克數 我還多加了 兩個 多加了三個 參數 所以 我塞進去 training的這個X 它是一個 二維的 它是一個二維的 我等一下再 畫在白板上面給大家看 所以 我可以看到 input shape就是 look back 我look back幾天 60天 就是我看過去 兩個月的 來客數 還有呢 那兩個月裡面 每一天 它有一些 attribute 那這些attribute呢 就是feature number 裡面就是 有一個是 萊克數 它有一個呢 它是哪一天 這邊有寫 如果禮拜 一就是零 禮拜天 就是六 這樣子 這個就是 day of week 那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放假天 或是工作天 如果它是工作天 就是一 如果呢 它是放假的前一天 禮拜五 零 工作天就是零 放假前一天就是一 那週日的話 是二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看gego上面的 別人的比賽 他們是這樣設計的 因為禮拜五 快要放假嘛 那一天 餐廳能也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那個 只要特別被拉出來 然後還有呢 是不是休息 因為休息這件事情 很重要 它餐廳一關 來客數就零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把它放進去 也不行 這樣子 那 所以 做完這一個就可以train 好 那我在這邊 大家可以了解 同樣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要做時間序列的預測 這是過去兩年 它可能來客數就是這樣子 禮拜天 禮拜天就 就多一點 它比較像平均的 但是呢 它每一天 它每一天呢 都會有什麼 每一天的X都會有人數 對不對 然後day of wee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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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放假店 holiday 跟 它是close 那 事實上我還找到另外一個關鍵因素 因為你們下雨 你們下雨 你們下雨其實 其實 其實是差很多 但是 這一個training 它是 它是沒有把下雨填好 這個是一個X 好 那 一樣的 我們要做training的時候 我們要做training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 這裡面 這邊來看 這裡面我就拉了什麼 60天 60天的X是 每一個X都有四圍對不對 所以4乘以60 所以 丟進去的時候會有240個 是X 那丟進去之後呢 這個地方 Y就只有一個值 就是 預測那一天 會來到了 那 你自己就要把它shift 這個Y要對這一個 你要把它資料整理好 整理好之後呢 再丟到SDN裡面去training 就是你把它整理好 變成 變成那個 training 的X 跟training的Y 好 那之後就可以 可以跑出來 那這裡 這裡其實 有一點 差距 我那時候在training的過程當中 這 這個部分應該是 有某一個 假日 關 有某一天close 我沒有去算到 那另外 還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我覺得 LSTM 預測這個來克數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在那個pick上面 就沒辦法抓得很好 就對了 那這個pick上面沒有辦法抓得很好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我講的那個下雨天 還有呢 我覺得在做時間序列預測的過程裡面 你用LSTM還有一點要考慮 就是它的training data不夠多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在怎麼樣一天就只有一個值而已 你不會有更多值 所以 當你在做這個來克數預約的時候 我覺得 可能 可以用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我後來真正deploy上去不是用LSTM 但是我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那時候怎麼做 這樣子 好 那 完了之後呢 我這次去Pycom 我聽到國泰斯華銀行講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玩 所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他們在做行為序列 那行為序列就是有一個人 比如說他幾天幾號 在Uber消費 然後呢 八十七號幾點 在星巴克消費 然後 後來發現失敗 失敗之後呢 他就進線克服 要講說信用卡異常 完了之後再某某一個消費 這樣子 這個東西就是 在某個時間點他做了什麼事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個行為 那你幫這個行為呢 去編碼 那我們之前呢 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說 韓國泰相聽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去做 我embedding 去編碼 那一模一樣呢 這個序列 這個行為 你可以變成叫 behavior embedding 那我本來以為 國泰斯華銀行他們自己發明 後來不是啊 這個查了 已經很多人在做這種 research 所以 behavior embedding 這件事情是 還 有某些 實際上應用的 所以 在國泰斯華銀行他們說 他們實際上進線的應用是 他們要去預測什麼 就是 這個人打電話進來 他會問多少 他會問什麼問題 他們列出了24個問題 那列出這24個問題 那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他起來問他說 這種事情不是很簡單嗎 他說不是 不是 有些人進來之後 他就講不清楚 他的問題在哪裡 那單單這樣一弄下去 就搞了20分鐘去了 所以如果 我們有辦法 把他預測完了之後呢 電話進來 大概就知道他的問題 就回掉了 那這樣的話呢 整個performance 拉高效率就差很多 這是 這是國泰斯華他們 把這個地方 這個問題 formalize之後呢 去應用之後 解決他企業上面 這個效率提升的問題 那我自己就想到 我在那個 這位安全帽公司裡面 在做的時候 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behavior的問題 要預測就是 什麼時候摔倒 摔倒要 安全帽希望能 發通知出去 那摔倒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 一連串的 monitor的訊號 那可能有一些變化之後呢 突然alarm說他是摔倒 好那 這件事情也可以用 類似這樣的 的 那個 狀況來 來去做分析 那 我想 有關於這個behavior 應該還有很多實際上的應用 我覺得這 這還蠻 蠻好玩的 好 所以這個behavior 它這邊推出來的這個東西 它也是多對一的 好 那 之後的話呢 當然還有更深的 那更深的 就是你可以把 一層一層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 綠色的都是一個LSTM 那 你就是把很多LSTM呢 兜起來之後 變成更深的 網路 我講的這個 這邊講的diprnn 它可能是一個rnn 也有可能是一個LSTM 也有可能是一個gru 那這是bydirectional 就是 有些時候 你 譬如說看文章 你前面看跟後面看 一起看的話 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 它這邊就會講說 我在這邊的話 有個值是從後面開始 看過來的 這邊呢 是從句子的前面 開始看過去的 那之後的話呢 再一起 把它存起來 到這個cell hidden state裡面 OK 那這邊 可能就沒有再細講 因為 之後的話 Mora應該有 安排了 這個 什麼 attention啊 sequence to sequence 這邊其實就是 透過 類似這樣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model 再往上 再發展 那這邊 應該是rnn裡面 最基礎的一堂課 那我想 我今天在這邊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 不曉得答案有什麼問題 我說呢 國泰市網 預測行為 它是 它應該會介紹 使用 電話進來前的一段時間 的用戶行為 去預測 應該是這樣 對啊 這個 沒有錯 所以 你 你要決定多少時間點 也是 我其實有在這邊 有一個UIL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簡報 這個 這個 這個UIL 它其實還沒有 還不止 它裡面還有更細的 就是那個顆粒度的問題 我的消費 到底是我要用一天的消費額度 還是一小時的消費額度 還是一個月的消費額度 它會把這個behavior 再做grouping 那這個部分 就很食物上面的 那當然就是 就是 剛剛你問的問題 它 太遠也沒有用 所以就是 那個時間點 也是要學習 行為怎麼編嗎 行為怎麼編嗎 它也類似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用 類似word embedding的方法 它也是一連串的行為 把它丟到裡面去做 做那個 encoder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找到了那個 那個 那個 coding的碼 就是它的behavior 那它就用什麼東西來辨識的行為 用什麼東西來辨識那個行為 它裡面其實它不是 它裡面有提到LSTM 可是我看到 它的簡報裡面寫 它是用attention model 它不是 只是很單純的用LSTM 就是你 你對於每個行為 你都有編碼之後 你這一個每個行為都有編碼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每一個行為你都有編碼 所以編碼完之後 是不是這個是X1 X2 XN 那你可以往回推說 如果我是前兩天 或是前三天 它的behavior 那你就可以抓出它的sequence 那之後的話呢 你要預測它進來的這個問題 是什麼 那一模一樣就是 這個就是X1到XN 那它進線之後會問的問題就是Y 那你一樣要進去train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 還是你要再去看一下那個簡報 它的簡報 更細 對 對 因為我第一次 在現場 我猜它應該就是說 例如說有消費的話 它就是 利益 然後如果就是 送信之外 它才會把一些比較 然後 摸引背景的方式 去拔一些 然後被射出來 把它 相對把背景看起來 我是第一次提到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是 是 是 它先來這個 它先來這個 可以 這裡看起來 就很容易 對 那就是說 你沒有意思的時候 你決定的 就是 它先來這個 應該可以這樣說 如果 你是有時間序列的 你當然就 你現在是有時間序列的問題 你可以用時間序列的方法 那時間序列的方法 不是只有 不是 不是只有那個 LSTM 它有一般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那我看過那個 Gaggo上面第一名的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都是什麼 XGBoost 目前 全部都是用那個方法 它也把它搞 搞出來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這個資料 你要先formalize 成 X跟Y 那你看看你要用什麼方法 去estimate X 變成Y 這件事情 那至於 X跟Y 如果 它有上下文相依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 要 用Sequential Model這樣子 如果它就是 一個一個X 就是 獨立的 那你當然就可以用一般的 所謂的CNN 這樣的Model 他沒有截取 他就直接 他 他其實就是把所有的字丟進去 對 這樣子的演唱法 這個 可以聽得到 有人跟 真正性的想法 他 他 沒有要get 行中的行 如果說 你打一星二星三星 這個 我覺得 它是 可以的 但是 譬如說 它剛剛 你裡面舉的那個例子 譬如前面那個 我看你這個 是 這個 好 我就來講 這影片 譬如說 因為我們在院裡面 經常做的那個 有時候有人 解說 這個影片我看了 太棒了 第二個 這個影片 除了集體之外 太棒了 那基本上 當然是正向的 所以 不曉得是一種 有關係的 如果 平安總 好像這樣 居然會有動靜的話 這部電子 除了劇情 跟電視之外 都很棒 其實可是一個操控 所以 有可能 會出來 它 這個 其實 大部分 會先做一次 資料的 覆面的 情節 所以其實像這種 覆面 就是反控程序 是會 提前標註 大部分會先做 那其實 如果沒有做提前標註的話 其實很難做 對 因為它有 它沒辦法認知這種反控 這我自己做的時候 怎麼這樣子 不是要先標註 對 我覺得 Machine Learning 跟機器學習 可能它還是有 某些程度的 一些限制 尤其像這種 文字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 它其實我們腦袋裡面 可能要 還要轉個彎的 這個 或許就還有一段路要走 對 我們常常講說 現在如果 我們人這樣一秒鐘 兩秒鐘 就可以做出答案的 這件事情應該是 Machine Learning 可以做的 但是 同樣一段話 可能有些人看的都 還有不同解讀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 真的把它變得很準 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或許 可能 不是現在用我 我講的這樣的 model 或許 接下來有人要分享 BERT 可能會更高一點 不是 Google說他們用 BERT去做 什麼 語言理解 能力的時候 那個分數很高 對啊 那一段我還沒學習 這樣子 對 就是接下來 AITEC 今年度會有一系列 跟NLP相關 對不對 對 那請大家 可以 報名後續的活動 這樣子 我們一起來探討 請問一下 那個Bide Direction 剛才是你提到的 VR Bide Direction 那意思是 同一個時間點 空有 任何狀況 當時 不可以去 做一個分析 這樣 X1 好像上面一台 下面一台 他 他的意思是說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文章 我今天 要去 台北 你可能要看到這裡 才知道要去台北 那 但是 所以 他的指 是這樣過來的 那 有另外 一個方向 他是從後面看過 對 主要是講這個 這個事情 所以他這個整個 Status Status 說 我一個從 右走 右看 有個是 右往左看 事實上 我也沒有實做過這一個 不曉得 不曉得這 在場的哪位 有真的實做過這一個嗎 Bide Direction 所以或許是有實際經驗的人 會 會講得更精闢一點點 我知道概念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都還在猜說 那我自己都還在猜說 是不是我一定要先有這一句 或者是我 要有一個 固定的長度 不然的話 我怎麼有辦法 always keep 這些 就我在一個時間點上面 我第一個 第一個時間點 我在時間點 一 我看這個 那我這邊要看這個嗎 這個 這個其實我還沒搞懂 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講 我 我其實有聽 吳恩達的Sequential Model 那個Cosera上的課 可是他很快的帶過去 所以我 我實際上 我並沒有 在這個地方上 有往下使作 那我剛剛有說 一個句子 是不是有很多種解釋 那這個就是叫奇遇 Bodem path 英文是 Bodem Path Bodem path Depad 奇遇 嗯 這個句子 它有多種解釋的可能性 它就不是只有一種 對 所以 如果它可以根據上下文 可以 可以有一個 比較 肯定的 說法的時候 那當我們有提供這樣的上下文 就有可能串得出來 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到這邊 如果有想要繼續討論 我們可以留下來聊這樣子 對於Ageo台中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聊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MAX 我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趁MAX在這邊的時候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做到這邊 那如果想要再留下來的話 還有其他的網號 都接過來 接受的話也可以 那在明天之前的話 可能就是會請大家 可以在前面照一下 謝謝